罗书类委员,罗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发言。 请问一下,这个红十字会捐款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内政部就是想要订出这个修法,希望说订定这个募款的执行年线,是吧? 那如果没有执行完的话,就希望说能够全数纳入赠灾基金会,有这样的构思吗? 这是建议之一,这是建议之一。 建议之一,对。 赠灾基金会是政府的? 也不能说是政府的,政府出资的,initiate。 当时是为了处理包括921在内还有很多其他天灾之后的这一种生意。 事实上你知道民间对于921这个赠灾的执行,事实上是有一些看法的,但是如果说要把它纳入赠灾基金会的话,我们是觉得说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机构, 常年一直在做这个部分,这个未执行完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考虑有一连串的候选名单,可以,比如说包括联合券目啦,包括其他的,是可以纳入这个部分。 但是,包括红市智慧我也在提,包括红市智慧,但你总不能给捐练红市智慧,红市智慧执行不完,再纳入红市智慧那就不行了,所以说有一些排... 我们就是这个逻辑,因为正在基金会不发起募款,有一些排除条款,所以才比较能够避免这种争议。 所以我刚刚提到,其实正在基金会是可以考量的这个受证者之一,对,是吧,这第一个,所以我们希望说也纳入其他的这个比较具有公信力的,这样的意见也有人提出来,我们在未来一个月内会管征各界的代表,大家来讨论一下几种可能性。 是,好,这是一个,好,第二个,就是内政部曾经在4月14号的时候提过这个食物银行的机制,是,食物银行的机制您可不可以再说比较详细一点,就是说,它的食物银行的目击食物的来源,是,好,这个可能,可能是民间,但如果碰到一些景气很差,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行循环不好的时候,正好民间也是比较匮乏的时候。 那就,地方政府就会拨预算来购买,因为我们一旦建立食物银行对于一些需要的对象,定期发送,或者是让它来领取的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在物价波动上涨的时候,他们能够不受动垒之苦,是,所以越是在那种时候,我们越是在那种时候,我们越必须把食物银行的这个,呃,东西准备充足,是,所以如果说万一民间那个时候的捐输,哦,降,降低了, 那么政府就应该赶快再来添购,那所以说食物银行是经常性的存在,对,哦,然后平常接受民间的捐输,是经常性的存在,然后如果碰到了这个,这个更需要,呃,需要救济的时候,供需有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会溢注,对,是吧,应该这样子的,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倒是觉得说是有点可行,不过,因为台中市政府曾经发行过类似的食物券,是,那是另外一种,但是那样子的情形,因为地方政府可能考量的周详度,或是整个,整个计划的实施度,或是包括它整个,它的倍是不是够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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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造成了整个,是政策的实施,并不是那么一样的平顺,嗯,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当然台中市政府,他已经有,有这样做,我们希望说将来,食物券,或是食物银行,都是一个,希望说一些,我们的比较弱势者,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比较不会,不会困扰,哦,所以,不会 免于匮乏,这两者并没有说,互斥,也就是说一个县市,哦,他,也可以两种都发展,因为通常,那他以中央,中央的高度呢,您是感觉,以中央高度,其实我们是希望,呃,都发展的,嗯,因为,所以这样也不排除,中央的,来发行食物券,哦,也不排除了,我们很多事情是希望地方,本一地方自治,哦,来先做好,那么中央是扮演一个,协调推广跟,补助的角色,嗯,嗯,如果说地方,像有, 当然,不可能,食物银行是放在中央,因为,很多偏远地区不可能,周车拉顿,大老远的,跑来中央,零两万关头回去,对,所以一定要透过地方,来执行这种业务,但中央会在,呃,适当的时候,伸出援手,就像刚刚,呃,呃,跟委员报告,是,今年因为很多人都担心,下半年的物价波动,是,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在规划,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中央将要从哪里,拨出一笔什么样的经费,来协助地方, 让食物银行,让食物银行的物资,不会匮乏,是,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要,要去思考,是,好,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请,呃,移民署,谢署长吧,谢署长,副长,您请回座,谢谢,谢谢,谢谢, 书长,您好,我也好,我想提到,现在目前为止,每天的这个陆客来台湾,大概有,像是,上限是四千还是三千,我们现在已经到,用六千的标准来算,好,六千的标准,那么,移民署在负责核发证件的时候, 在审查的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在审查,就书面审查,最后,最后,决定,随与入境与否,对,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用书面审查,我们会去run几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一些被管制的,或者有些,就是有一些黑名单,是不是在黑名单上面,对,比如说他们党政军的一个,或是他们的一个, 比较敏感的单位的人,是,是吧,是,我们有一个机制在跑,有个机制在跑,是,那,那这样子就不是人力审查,这样就是完全还是机器审查,呃,可是,那个,还是要有人去做那个动作,还有,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收件,你收件的人,每天例行,那你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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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库的建档,够不够周全,够不够详实,够不够及时,呃,资料库,我想, 永远就是要继续去填补资料,因为,包括同一个人,他的身份也可能会,会转换,对,身份会转换,对,所以其实那个是,持续不断的在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你们的这个机制,或现有的资料库,会不会有许多漏网之鱼,呃,它详实度到哪里,如果您指的是这个党政军的话,基本上他们,呃,台面上的都看得到了,对,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他已经是这么公开的人物,我想,但是如果台面下的了,呃,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如果用一个逻辑来讲的话,请说,应该,绝大多数的,他都会据实申报,但是我实在不敢说,他有心人,他怎么会据实申报,他想说,我是这个特务,不会吧 不过,过去我们也有,事后如果查到的话,当然就会,我们有一些处罚 毕竟是少数 而且,以现在的这样的情形来说,无论他是用专业人士来台,或者是观光的来台,他有很多种管道 我意思是说,你们可能,对啊,你现在说,你们现在的结论是房不胜房的意思 呃,他有很多种管道 就是他有多元的管道可以来台,我想,呃,以 多元的管道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愿文奇想,你什么叫多元的管道 呃,譬如说,一般的大陆地区人民,可能就是观光的最多 嗯,那这个人数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也都超过五千了 但是,呃,我刚才举的例子是,目前这个时段,这个是特别多的 呃,四月多,每年大概像 好,你刚刚,我只想听你刚提到,多种管道,什么管道 好,那除了观光以外的话,就是所谓的专业或商务人士 嗯,我们可能有各种专业方面的一个交流 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个团体,呃,他就会邀他们过来 是,那像通常这这种的情形,呃,你就没有办法查吗 不是,不是,一样,还是循那个机制 对啊,所以他多种管道来台湾,你们的资料还是在那儿啊 有什么差别,我们这个还会 查的程序有不同吗 有不同,如果是他透过这样子来的话 我们还要给这个,呃,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做一个初审 我们就所谓的资格审查 嗯,比如说他是从事跟商务有关的活动 可能我们就会请,请经济部这边 那有些是学术方面的活动 可能是教育部,就是按照他的目的 所以你意思说也预设了和意涵了这个 其实他们各部会,也有他们各部会自己的资料库 呃,他们主要是审查这个活动的性质 他们一定也有一些,他们自己内部建立的一些机制 那这个细节,他们怎么建立有多少内容 我可能没有那么完全了解 但是每一个部会,几乎都会作为资格审查的机关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在审查 我倒是有点担心 目前为止,唯一把关只剩你们的资料库 因为其他部会的审查,好像也都是只是刑事审查而已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说哪一省的 中国到哪一省的什么什么协会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来台湾,再办个什么 其实也不知道 更不要讲说哪一省的什么,哪一个人 他是不是有肩负特殊任务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只是一个刑事审查 居多 除非你说国防部他也许他军情局 或者其他的这个部门 他有他的自己的另外一个一个档案在里头 是吧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搞不好 我觉得其实 我自主也这样说 就是说 你们不管他从多种管道来 其实你还run的还是只是你们的资料库 但是其他的部分只是会 其他的部门 其他部门做一个刑事的审查 盖个章 你们就回来 就准了 其实在这个 你觉得这个漏洞在哪里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可以从具体的 我现在手里是没有带数据出来 但是我知道不准的比例也不少 像商务的部分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也不是说每一案都会通过 或者有的是他要送第二次 这百分之十几不见得都是其他部会不准 可能常常也是你们这个本来就在资料库里面的人 也有可能是初审不合格 您可不可以做一个书面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 比如说哪些大概有百分之几的部分 是因为在会其他部门的时候 过滤出来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 这样子我们的审查才有意义 要不然你只是 我有会啊 会三个单位五个单位 其他会三个单位五个单位 只是盖三个单位五个单而已 那这样的话 其实把关还是在移民室 才会觉得你们的资料会很重要 是我想都很重要 初审机关其实也扮演很重要把关的角色 因为有些比较专业的部分 其实他们才会比较清楚 所以他不是说 有没有具备什么党政军资格的问题 这个部分应该他们也不需要去做隐匿 而且他来了之后 台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 如果他真的有的话 自然有人会反映 他有这个身份 你不要寄忘这种人肉搜索吧 你要寄忘说你们真的实时的制度的建立 那我这样讲并不表示我们这个部分没有审查 我只是说那个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存在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其实也期待 就因为越来越多人来 中国大陆13亿人 当然不可能 你们的资料会有多么样的大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只必要台面上的东西的人 我们都看得到 那重要的是台面下的 台面下的部分 如果如果怎么样让你们的资料 不管是跟其他部会横向的联系 国安局啊 军情局啊 或是这个能够有一些部分能够过滤出来 这是比较重要 好不好 我会特别注意这个 谢谢书长 谢谢 谢谢